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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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上周我预告过 今天PCM的Gadget Live 有特别嘉宾 Pol76的小室 今天兩台聯播 Pol76的朋友大家好 Hello 我身處PCM直播室 甚至有Laurence和Martin 為何今天請小室上來 Martin和小室上一個星期前 去完美國的CS回來 看了很多棒的東西 我摸去 因為我守住大本營 我上個禮物講得很辛苦 因為我全部是隔山打牛 拿著Martin回來的照片 我自己看了 螺絲多到 不如請你們回來 現身說法一下 看看有什麼棒的東西 今年 我想我們三個坐在一起 我跟小室比較熟 電視影音 今年的電視 幾個大品牌都有新的動作 特別在8K的電視上 小室想問 你看完之後 有沒有一些心得 很棒的東西 心得就不能說 因為 8K其實去年已經有 譬如Sony也有 Samsung也有 LG上年好像沒有 發展了香港沒有 對 對 他發展了卷軸 卷軸也發展了 8K OLED也發展了 但是香港沒有 有實物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反而 今次去CES 除了幾個日韓品牌之後 我覺得大陸品牌其實都追得很為甜 是啊 但是當然 國產品牌追的貼的情況 你感覺到 他們會做什麼 他們都會做什麼 但是 效果 我沒有很小看的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規模 或者在美國人心目中 我覺得他們 在美國人心目中 不會太過抗拒 好像OK 沒有問題 TCL Skybill 你也有機器 我也有機器 HI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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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新的面板 就是那個面板 是新的 ULED 我之前也看過 在其他場合也看過 反而這個會比較深刻 但是如果說 本身我們香港 比較多人使用的 有限品牌 那幾個 我覺得 SAMSUNG今次在聲音上 是會有些 有些我猜不到的東西 嗯 其他就 可能 Sony 今年的Focus 是在車上 對 那輛車就搶了Focus 最後告訴你 其實我不是出的 是 他出的 完了騷子之後 告訴你 他不是出的 他出的那套配套 我有這個方法 你應該來光顧我的 你要做到這樣 來光顧我的 即是贏的那輛車 為什麼不是出的 不是 他是說 我是賣車上的攝錄給你 是 我那天低溫看完的攝錄 我已經這樣說 他買攝錄 你要這樣的效果 找我吧 買我的攝錄給你 他一次過可以賣三十幾個攝錄給你 是 是 我沒有什麼多 我做這些是最差的 其中一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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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 我一會兒 迫迫迫迫迫才能進去 拍攝一陣子 大家都很專注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其實 今天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下午已經出了預告 在Facebook 我也看到有些讀者下面留言 要一個 8K電視來做什麼 都沒有8K 疏醒 我想去年也是 這個問題 在去年 我都不約而同 都做過兩次的節目 或者在我們的測試上面看過 8K的升頻 效果是明顯的 就是 比起你一個可能同尺寸 現在8K電視 不要說太小 我想用65吋起跳做標準 在65吋 甚至乎以上 特別是75的情況之下 8K的升頻是明顯的 你的寸數越大 你就會看到 4K 有些鬆 有些鬆 4K就比8K分別 對 所以我覺得 仍然有它一定的市場價值 但今年你們去看完之後 那個8K升頻的效果 會不會相比 尤其是小室看過兩年的機 今年那批8K機 那個升頻效果 相對去年有沒有一些進步 如果單是說 比如說4K的資料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的比例 那裡其實是很明顯的 最明顯的 我過於今次在HDR的黑位裡面的細節 我會比以前更多 比今代更多 但進步很多我就不能說 但是會明顯地 它拿捏那些細節的技術 應該是好 我覺得它出來 比如說 我看到有一幅 影片的比對 就是有一隻貓 一隻黑色的貓 那黑色的貓 在舊的4K電視上 可能會看不到那隻貓的身體 但是在8K電視上 可能就有了 那這個就會 那當然 你問我在耳俱 它當然會懂得更厲害 哈哈 那條demo片 推得很厲害 對比 對比我看到 就是做到出來 嗯 但是 其他的 效果 我都覺得 聲音那一段 我覺得會比較厲害 因為 像你所說 其實一個8K畫面 它和現場 多數都是用8K的 所以 在聲音上 只可以看到它的 DEMO比對 就還未真的可以說 我們先把Bullway放進去 對 那麼正 因為實際上 今年我看回 無論是Samsung Sony 其實都是主要 在聲音上 下功夫 就是告訴大家 在聲音上 有什麼改良 那 當然 我自己覺得 其實8K 都未是一個很成熟的 技術 又或者 不是一個很普及的 但是 這麼快已經 去把Focus 擺在聲音 我覺得 會不會其實 比一個錯覺 例如我下午 和一位高人 吃飯 大家聊 一部 無邊框的電視 其實你有這個技術 不一定要放在8K 其實這個技術 你放在4K 一兩靚仔 一部電視 但為什麼 一部8K電視 不是銷售畫質 而是銷售無邊框 其實大家就說 會不會其實 8K 就是 8K 清了 靚了 細細了 完了 未來幾年 怎麼走下去 這個問題 大家就有些擔心 但是直至就是 會不會就是 今年奧運 怎麼都會有些不同的地方 始終 日本仔 都幾主導 這個8K 今年也是東京奧運 會不會有些 改變 你自己覺得 首先 我先說 你們剛才說過 為什麼第二代的8K 是很快的 你已經說到沒有新技術 而之餘 中間還要找一個無邊框 以及拿一個聲音出來說 這個會不會是沒有新的技術 但是這個 反過來 我覺得 反而可能是 8K 譬如說 4K當時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第一代的4K 沒有HDR 沒有什麼Dovation 沒有什麼HLG 到第二代的時候 就有 那時候 那時候的師兄 就問 我們第一代電視有沒有 心值好像有差 但是今代 如果它在HDR上 其實沒有什麼變 其實解像度有增加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提升 其實 如果說HDR變 唯一看到的 就是LG和Panasonic 就是 道比Vision IQ 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 講到ICES 真的沒有什麼 看得到 是啊 我真的在場館 是完全沒有 是啊 竟然是沒有 真的是完全沒有 最初我還以為 這個就是LG獨家 沒錯 沒錯 接著去到LG的 booth 才發現 原來這個是道比出的 但是道比出又沒有 道比又出新聞稿 官方新聞稿 但是沒有講解 究竟是什麼 是什麼 那我就很反覆看 道比好彩的 後來就 我想是Day 2 道比官方的Youtube 就丟了一條 是 道比VisionIQ的影片 一條介紹片 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開始看過文字新聞稿 慘了 說什麼 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道比VisionIQ 就是一個 人工智能的 道比Vision 會不會生氣 會不會生氣 其實它應該是有一個 光學的感應器 在電視機上 就會感應你本身 在看電視環境的光度 譬如你在日光日白 在家裡看 還有在一間影音房 或者晚上的時候 你本身 你的環境亮度 是影響了電視 或者那套片 本身的對比度設定 可能同一個對比度設定 你在日光日白看 你會嫌它不夠光 夜晚看 如果日白看 晚上看 你會太乾 它就會有一個自動的調整 加上你的環境 數據 再計算一次給你 但其實這個 好像以前的 Bluet 年代 電視都會做 其實電視有這些模式 例如你看Sony那部電視 就說有這個模式 正常說 即Sony有一個模式 光是沒有 即是現場環境 它會安定 安定的時候 你日後就會暗一點 夜晚它就會推回 你夜晚 這個早兩年 我們搞Event 第一件事 叫一些用戶關掉它 對 因為這樣會真的影響了 時光時下 沒有難搞 但到4K也沒有了 這個功能 4K也有 HDR好像沒有 HDR本身沒有 是的 那它那個也是計算 Metadata 也是計算一套電視本身的 Metadata 沒有計算 現場 你看的環境 即是其實 沒有前沒有東西 所以IQ 就做了這個 不是 現在是AI 現在真的是全部AI 差點說 其實ALG的Keynote 我有去的 其實它前面 很大部分 是說 究竟我們未來 會和這些 即利用AI 大家的互動 會變成怎樣 所以之後 它就把那個 講一下電視 講一下電視 又講完這個 導致IQ 其實AI 會很影響到 我們生活 甚至我們看電視 這件事 你見其實 我們去了 Sony的職場 他們都推銷 其實他們的晶片 也有一些 是AI的技術 融入了進去 所以這件事 就是AI AI 會有影響 對我們 對我們 AI 尤其是現在看到 整個CES 都充斥著AI 對 充斥著AI 我是AI 我想 日韓大廠 和剛才你說的 國產電視品牌 最大的分別 其實Panel大家都 都是那個技術 甚至乎 都是那幾個 提供的 Panel 100K大家都拿到 但問題就是說 我想在那個圖像處理 處理器上面 那顆晶片 你會看到 其實這件事 日本品牌 一向都強 Parasonic Sony 當然在日本本土 還有一些牌子 例如東芝 或者Sharp 在日本那邊的排名 都很高 在CES我都見到 有Sharp 他都有擺部8K電視 大部 但我仍是看到 4條HDMI 他那個擺了兩年 仍是4條HDMI 2.0相 不是1條2.1 很奇怪 但起碼 他的模特兒 我在香港都見不到 香港那些模特兒 和日本那些應該是2萬 香港那些模特兒 是很大陸的 他現在擺表演的 是很工業用的 或是播放 日本賣的 又是另一個世界 以前日本Sharp的年代 那些電視 說起Sharp 除了電視 他擺了一套 8K Studio 是 有一部 錄影機 是 6個8K畫面 8K畫面 好像播出來 有一個東西 然後有一個 類似我們常見到 那些 可能擺一張 GPU的 Station 即擺一部 機 整個8K 是 鞭櫃 即是 跟那些大鏡 比 因為那部機 是用 M43鏡頭 可以拍到 8K 但是 其實他 我們是沒有 認好 這部機 是 概念版 概念版 其實他可能是 內部工程 做測試 做研究的 他可能做出來 給電視台 看看會不會 入手 可能 或者在奧運 看看有沒有機會見到 因為始終 手機方面 是挺好的 不需要這樣 但是 也有很多傳聞 今年稍後 也有 CP Plus 日本的相機展 都很大機會 有機會出現 一些 8K的 相機 支援到 8K畫面的相機 因為 其實有6K畫面 也有好幾部 有機會出現 8K 其中 可能在叫虎的 Sony 全民 A7 M4 有機會出現 8K 這些 就叫做民用級 當然 廣播級 就已經有了 時間 但是那些機 暫時都比較大 廣播級 那些 完全沒有興趣 因為都買不到 也看不到 不關我事 但我們民用的 有機會玩到 也有用 所以現在 8K 剛才問到 8K電視有沒有實質用途 當然 你問我的話 像你所說 65寸以下 其實就是 4K和8K 和你看看的距離 如果是有差不多 即是 6-7呎 其實8K 4K未必可以看得出 是的 但譬如說 65寸 或者以上75寸 85寸 8K的幫助 真的有 其實75寸 很明顯 尤其是你坐得近 你見不到那些像素點 和你開始看到 像素點的分別 是明顯的 因為75寸 其實你控制到幾寸 都還是很實質 是的 都很離譜 但4K機其實已經散了 是的 你已經看到一些點 開始看到線 是的 那就看得出個分別 那這個就是 你問我 我就覺得 如果Ford得起的話 就 入8K機就不會怎麼輸 尤其是現在的HDR技術 也沒有說很多 都突破東西走出來 所以 都是自己的 是的 所以 除非天價那些 那部就沒得說 我想 今年 2020年 你們看完 會不會有些 價錢入口的 100K機 因為 例如LG 當然它主打 每天都是OLED 但其實今年 它會有 Nano Cell LED的 8K機 那 這個 其實 因為我們 以現在 LG 那個市場 策略 就是OLED 和Nano Cell 那個價錢 都有一個 距離 特別是Nano Cell 都 挺划算的 其實價錢 那 如果上到8K 你看有沒有Nano Cell 的8K 你覺得可以嗎 它現場 就用了一個 8K的YouTube source 那我看 其實都滑漏的 都不會有些什麼 但都是Demo 風景 但是 以75吋的畫面 我覺得 它是 交到功課 但因為 我不知道價錢 所以 以一個觀望的樣子 都可以 因為OLED 是貴的 如果 還要8K OLED 因為只有它 那間 就算Sony 那個8K 都是LCD 所以 所以 我想 供應 是比較少的 價錢 如果是OLED 8K來說是比較貴的 是 未必這麼容易 如果大家看到 過去 2019年 尾 或者現在這個時刻 你走出去連鎖店 你會見到 因為真的賣得的 只有Sony 和Samsung 今年 即是現在這個時刻 即是去年機 Sony那部 其實都沒有特別賣街 即是你說A9G 對 不是 Z9G Z9G 那部8K 那部 真是擺多 即是怎麼賣 即是你下去 Sony專門店 就看到有 沒有買的 那部 那部應該是 很重的 那部要訂 訂完之後就要送 你在街上找到 即是買到 就是Samsung那部 是 其實Samsung我見到 最新的那個 口價都下得 很漂亮 其實是 如果8K電視 而言 Samsung 即是那個價錢 是買得起的 65吋 是 我不知道是否開不開 那部價 我見到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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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以前買65吋 已經很重要 3萬多 4萬 現在是說4 是的 所以有可能 我覺得 8K電視機 不是大家看 都沒有 所以就馬上 不是 也要看一下 你平時看什麼 如果 經常看TVB 可能真的 沒有所謂 不用 不要搞太多 還有2020的8K電視機 真的有個好處 就是 大部份都用到 YouTube的VC1 即是剛才你說的 是的 看到8K的Sauce 就拿到8K的Sauce 其實都多 當然大部份都是風景 是的 幾乎全部8K的Sauce 都是風景 即是說你騙著 但是 可以舒服的 是的 但起碼你吃正 如何如何 心理 是的 因為我們有時試片 沒有那麼多片在手的時候 都可以用來試 其實都收貨 是的 還有它有些高微微的 厲害 是的 除了說電視之外 今年也會看到一些 Panel的技術 是的 即是Mini LED Micro LED 還有一些是TV Wall 即是那些 模組式的TV Wall 那個其實都是Micro LED 都是Micro LED 但可以入屋 不是說 放在商場 都可以用 是的 那 如何看 尤其是這個 我想Micro LED 大家會比較關心 會比較熟 因為去年 其實 Samsung 在那個 新加坡 那個Show 其實它都有做過 這個Micro LED 是 其實今年 那塊Wall 都是一樣 差不多是那塊 沒有的內容 都差不多 但是 今年你看到它 就會把這個Wall 的可用性 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去年都只是一個大的畫面 在播出韓國的女團 在那邊跳舞 令到大家如痴如醉 但是呢 今年它會拆開它 會有很多個模組 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組裝 或者是在一些 架層上 設置一塊正方形 可以做些事情出來 這個我覺得 它是在商用的角度上面 展示很多些 我覺得 如果Samsung來說 但是 在CES會場上面 Samsung那個Wall 其實就是放在現場 都是不停地播出一些 賽車 等等的 但是都很多人圍觀 因為始終 我特意去的時候 我特意 對上一點 試試走近一點 看不看到那些 看不到那些點 對 很厲害 今代又是 加了一點 加持了一點 就是那個 像素點又蠻了 應該是 但是因為它沒有說 到裡面其實它厲害了些什麼 但是我們就看現場 哇 因為我看就是 它開始把它分成 家用版和雙用版 分別在於家用版 就是它的控制器 就用回電視機 那個A9 那個控制器 就變成了 會有一些 影片 processing的功夫 做在裡面 是 雙用版當然沒有 好像一隻螢幕 幾乎是直出的 對 就有這個 這樣的分別 還有家用版的亮度 好像調暗了一點 是啊 沒有這麼誇張 超冒光的 如果你家裡的雙用版 就會殘得你眼睛 都慢 很長時間看 一天電視節目 都慢了 然後 視力跌一半 那你覺得今年 有什麼影音產品 會跑出來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 這個真是難留 反而去看Sony 他又是弄了一個 好像Dewo 一個LED的戲院 那個好 那個我進不了去看 我不是 坐在外面那裡 坐在外面 我知道那個 你進去的那個 好像是試聲的 對 進去試聲 他有一個擺在外面 然後擺了一個 設定 他正在播放電影 那一刻 我有一點點感覺 可能有機會 如果連Sony 都用這樣的模式 去做片聲 會不會是我們未來的電影院 其實就好 他開始接觸電影院 去把他的頭影 全部都用這些 因為看回畫質 其實都很像樣 都是 其實你看下去 都不會 不會覺得 好像在看電視 對 又不會覺得 塗眼 不會塗眼 又不會覺得好像是假 真的舒服 我記得上個月 你會看那個 IMAX laser 我都覺得會很像電視 走一波4K60的時候 好像很像電視 好像家人的套 對 好像大畫面 對 現在看他的款式 這樣擺放 都很像 感覺上 這件事 可能我們慢慢 電影院的體驗 可能不只是玩頭影機 對 我想香港 走得慢一點 暫時只有一個電影院 走一個LED 對 這個真的不太明白 多一點好一點 都是錢的問題 我估計 不要說 你就算到比先年 香港也沒有 沒有 你要去台灣 或者上深圳看 香港的選擇 都比較少 對 剛才你問了 有什麼影音會跑出 真的沒有 有什麼影音會 影音會 其實我最深刻的就是 Samsung的Zero 對 又橫橫橫橫的那個 對 或者可能在兩位 YS裡面 未必覺得是影音的 就是 他的賣點 他是電視來的 他的賣點 他的賣點 其實就是 我手機上面 我看 那時候的效果是怎樣 我的電視機給我的效果 就是怎樣 就是我 我直到的 喜歡看 不斷錄Facebook 他又比我直到的 我當我要 橫橫看片 給我橫橫 對 那個是比較有趣 我反而想 想問 其實 Samsung 發展這部電視 其實他是針對家用 還是針對一些 雙用 我最初 就覺得他是雙用 但是我看完他的展示 然後我看了他裡面的 因為他的聲音 原來是 跟Q60一樣的 用料 是4.1 系統 那我就覺得 這件東西 原來是給家人用的 玩法呢 然後我回到香港 跟朋友聊 他們就馬上有一個想法 就好像B&O那些機 就是有一塊東西 之後他又懂得轉 接著下面的聲音系統又正的 那我就一斤 一棟一塊東西 放在那裡 我回到家 在手機看什麼 我就馬上射回去 我一扭 就放下電話 我就繼續看電視 他們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件事就是 咦 我們這些 即是 即是 好像很專業的 現在記不來受 是的 經常都會有一個想法 這些好像很堅明 但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這件事是很實際的 即是 我自己其實手機已經 取代了電視九成 如果你有這樣的 我就可以方便地去 繼續播我的Netflix 可能看我的 Apple TV 即是 這件事可能 他在家用上 可能會殺出一條路 是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點有趣 是的 看這個畫面 其實真的正 它可以升回你的手機畫面 這個我明白 問題就是 其實我在直到的模式之下 我有什麼 有幾個機會用到 是的 我好像抖音 Ig 直到 直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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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得留的 只有直到 我都明白的 我都可以 MIRROR去手機 MIRROR去電視機 但當一播直到的時候 只剩下一個 中間一個窄位 即是 我明白它的樓有個好處 但問題就是 其實有幾多 要看直到片 當然你剛才說到 IGTV 如果是年輕的那些 可能是 又或者是打機 可能是 打機真的不知道 很多手機的遊戲 是值得的 沒錯 但我又要看著螢幕 來打電視機 又或者是要控制器 就開控制器 真的很吊詭 我覺得其實它出的 都很勇敢 即是大家 在座三位都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用 不是沒有用 我覺得是有用的 但問題是那個用途 究竟是不是 至於大到我要買一部 這樣的電視 即是當要買東西 那時候 究竟我是買它 還是買一部電視機 但我做商業顯示 就很有用 例如我想銷售別人 裝我的APP 我當然是 全螢幕出席 是啊 又可以即時 讓用戶看到 我現在打環感大 現在很多時候 雖然商業螢幕 都是我們要扭直你 是的 但是它可以橫可以直 變成我又不需要 我要人手扭 這樣 這樣就 有用的 其實 Samsung 都算是 我想在那個 設計上面 之前不是那些 Dirt Film 即是那些畫框 那些事情 其實它都是 大膽去試不同的東西 還有它應該都 有做過Research 就是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那些年輕一輩 究竟它的 行動 如何可以方便它們 而投入電視機 這個 市場 裏面 不要只是過來看手機 Mira 這個功能 已經成行成市了 那麼久 如果要用的 應該都已經用了 未用的朋友 又如何可以 使它用 可能也是 其實在電視畫面 大家在PCM那邊 有看到照片 就是 現在是Dirt Film的電視 其實都做到很畫框 甚至今年是否連腳都可以改 那隻三腳架 好像畫架 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這個 已經去到第三代 第三代 還有它今年說 例如在Dirt LED 特別為了Dirt Film 去做了一個新的演示技術 令到它的顏色豐富了 還有應該是它做畫的模式 這個畫面 我有比對的那幅畫和電視 畫的模式是會更加像一幅畫 都不像 其實我覺得這件東西最麻煩 就是影子其實很難拍 因為我們影子會反光 但其實現場看來沒有反光 所以真的很像一般 這個聲音 我叫你們上來 因為你們看過實物 如果我從我的規模 或者我跟照片說 我是說不到 那部機究竟 是否真的正 對 但現在看實物來說 其實一眼看下去 就想真的是一幅畫 像幅畫 對 但一拍就一定反光 反了一點點 還有Dirt Film 有一個設計 就是遇到你不關機 你不關機的時候 它就會展示幅畫出來 你基本上看不到 那個黑色的畫面 那條畫面 不會有黑色的時間 它好像是要給月費 年費訂購的 因為它有藝術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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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哪些博物館那些畫 那些畫 你就可以有一戶門 所以這個 其實看香港的聽聞都OK 就是過去Dirt Film 但會是家庭家庭的人 不買家庭? 家庭嗎? 這麼特別 掛在家庭的畫面 對 那跟數碼相架有什麼分別呢? 那數碼相架 就是來那個界場 沒有那麼高 你不可以當電視用 還有沒有那麼多藝術畫 因為它不是比普通的4K電視貴很多 貴一點點 有些家庭 例如講究室內設計的客人 其實都可以 生活品味 對 剛剛我聽Martin說 其實今年的Sony那個 booth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電視 是 是 Sony的車之外 其實今年它很著重這個 Sony Studio 電影那個 因為在記錄裏面也有說 其實今年它擺多了一些蝙蝠 在這個Sony Professional 就是一些廣播級 或者電影製作方面 就是 的蝙蝠 其實現場看有沒有這一類 的東西 看到有一輛車 對 逐鬼敢死隊的車 找一個導演 拿著一輛機一邊拍 其實主要是想表達 說 其實那個背景是 一有這些 沒錯 就是 不用像我們這裏 不需要有實景 因為如果你看Marvel的製作 全部是綠色幕 然後不見上去 那它就不用了 現在就有一個WALL 接著就出了一個景 接著呢 當那個器材拍攝的時候 其實真的拍攝 拍攝了 對 拍攝了 其實在將來 可能他們拍攝的時候 只要一個這樣的景 就可以無限變化 其實這樣是不是會方便了 他們後製 製作應該會方便 不用後製 用那麼久的時間 而且錢應該欠很多 錢應該欠很多 你叫股寶 按個按鈕股寶 是啊 我可以做好所有的東西 我不需要 我可能拍完一個 然後又要不知怎樣 可能我又要大一點 可能我又要大一點的 Croma Key 又要小一點 那未必那些廠 一定會給你一個旗 我今天拍完要大 那又要小 我想這個 這個便方便 還有它可以 即是剛才這樣說 隨時都可以變到 不同的背景 其實那真是實景 即是那個效果 我一走過去看 是否真的 是真的 是 後面那個是否實景 然後它上面有些螢幕 看螢幕拍出來 其實是絕對分不到 真的絕對分不到 它的樹葉飄 真的以為是真的 真的以為是真的 如果隔著螢幕看 在現場看 就看到後面有一塊東西 其實也很真 因為它沒有電視的感覺 完全是一個景 我看到那個 為何那個拱門會動 變大變小 我知不知道 原來那是甚麼 那是顯示是Wall 這個我相信他們就是 即是在Sony那裏 就會見到一些 在商用上面 幾前瞻性的影像 是 另外有一個其實我沒有看到 另外有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眼 即是電視車旁邊那個 有一個說要排隊去試那個 嘗試那個 嘗試那個眼 不知道怎樣戴那個 片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 其實 我都走馬漢花 多厲害 其實我走馬漢花 看了一會 看到有人排隊 就算了 有人問 上個禮拜 其實是否見到Sony 打乒乓球 對 那間房間做甚麼 那間是AI 它有兩個畫面 一個就是卡通片 那套殭屍 我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 它其實是即時用AI 去運算打Bang Ball 那個部支 配合在電影裏面 變成電影裏面 那個卡通人物 打Bang Ball 的部支 就跟真人一樣 它有兩個真人都打 其實就已經掌握了 下去那套電影 ViuTi 沒錯 在那個角色做出來 它的Labor都做到 都很真實 好 喂 有讀者就問這個 8K 除了HDR之外 還有甚麼賣點 你們兩位覺得 其實8K的賣點 不是HDR 在解像度那裏 當然 在8K電視裏面 有一些硬件上面 跟4K不同 除了解像度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個亮度 一般來說 那個8K電視的亮度 是會比4K更光 最少都4000L 即是再推光 在4000L 就正正符合了 ViuTi的要求 是的 那你說 對HDR 那個 除了HDR的賣點 反而這個是 變成 引伸出來的結果 因爲推光了 那部機 理論上 HDR的效果 是會好 是的 這樣 但最重要的分別 就是解像度 是的 不是HDR 都是那幾個 反而是 導比Vision IQ 真的想看看 有什麼 實不實用 還是看完之後 我想關掉 哈哈哈哈 那是未必 那我覺得 如果8K的賣點 現在 首先我覺得 今次的8K 就比上次做 買4K的電視 安全了 就是因爲 理論上 現在的HDR 如果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來説 我現在買的8K 應該是可以順利過度好幾年 是吧 不會這麼快就會過氣 我反而想問 今年我證實不了 其實現場看的電視 幾個大品牌 是不是所有的8K電視的HDMI 都是2.1 還是沒有說 有沒有證實過 因爲去年是不問不說的 問他的答案 有一個頭而言 即是4個電視 四個電視 是否四個電視都可以走到8K 8K的Source 或者是4K120 HDMI2.1 是的 有沒有特別說 其實他沒有說 其實你都見到沒有人被你問 變了其實我們都是預計 沒有人被你問 是的 因爲我們都幾 那些人都幾忙 是的 有些人都幾忙 有些人都幾忙 有些管理 有些人就不少那邊 即是在CX工作更加不用說 你問那些問題 他一定會帶你去油花園一陣子 是的 我相信我問他問題 他又會問其他人同一個問題 是的 然後找你解釋 是否四個電視都能吃到8K 因爲去年那批電視 8K電視是只有一個電視 是的 即是無論SONY好 SAMSUNG好 只有一個電視都吃到8K 其中一個 是的 那當然是全部有8K 是 但我相信都應該都不會差大分別 不是的 你今年有兩部Consul 快點下來香港便知道 是的 有兩部Consul 分分鐘都是兩部都可以拍電 就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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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給一個 給多一個 其實都 兩個都 兩個都夠用 都夠用 其實兩個 理論上你要買一部8K的梳士 其實都幾吃力 然後 現在反而 也是潮流問題 大家都偏向了寸流 即是 就算我們走過IMAX的時候 他說 IMAX Enhanced 那個未來戰士 1月14日 準備好 是 寸流的 原來是Digital Platform 去年我就去IFA看 哇 是Spiderman IMAX Enhanced 版本 寸流 原來都是得寸 是的 在歐洲那邊的寸流 所以就有了 Sauce 如果你說實體店 就感覺好像是 寸流玩了 但是 問回一些 不關事的事情 PS5 反正是會出盤 那你們又怎樣看 因為我很想到處問 究竟你們為什麼 因為它無端端又會出盤 有盤的PS5 你們覺得是 會不會 實體店還有存在 因為 PlayStation 一直 因為兩個看法 實體店 是你節省了某程度上 一些下載的時間 當然 如果大家玩過PS4 都知道 就算你安裝了一隻碟 也有很多東西要下載 即是安裝一隻碟 隨時一個小時 這麼久 一隻碟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說 好像Xbox 其實你會看到 Xbox 每一個版本是淹了一個 淹了一個 淹了一個碟 但那個版本是不好賣的 因為自從 Xbox 行了這個 不給賣二手的政策之後 即鎖了你的碟之後 我想在亞洲區 即香港、日本的銷量 是 倒閉得很厲害 所以 PlayStation 也是安全做一隻碟 還有今次 PS5 那個盤 更改為 Ultra Blu-ray 即是你盤四企碟都好 是呀 其實都是 雖然就說 有 即經常聽到一些新聞 說Sony賣遊戲 我下載的 其實比重已經是過了 即同碟比 已經過了50 過了實體 但是 一些大作仍然都會集中 是呀 即是譬如你要買一個豪華波式 限定版 一定是實體 一定是 還有現在遊戲是很大件事 可能你七百元買了一個豪華波式 接著 其實你還要付錢才可以玩下去 現在遊戲是 買完一隻碟 接著還要課金 所以很大件事 譬如 Pocketmon 大家買完Switch那隻 Pocketmon Gamantum 接著要課金 是備費的 下面下一步 即是 即使去到8K 其實遊戲 始終都會有二手的遊戲市場 即它不會 即二手的遊戲市場 不會因為 所有遊戲變成下載而沒有了 即是四了 即是其實我出版電源 都可以為事 你玩純下載版 就變成沒有了這個市場 所以有些人買遊戲 就很考慮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遊戲是 不要緊 我四百元買 玩完我三百元走 我四百元借 所以我的遊戲 可能不是大作 我都會買來試試玩 但是純下載 我四百元就 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因為我買遊戲 反而是謹慎了 但是這樣引伸到 有盤 其實也會刺激 賣遊戲的銷量 XBOX的情況 被你看到 因為現在最慘 你下載版的遊戲 不會比實體版便宜 甚至貴一點 因為實體版外面 應該多的時候 就會倒閉 下載版是 下載版 分分鐘更貴 可能貴幾十元 但是我買了一隻下載版 我買遊戲 反而是很謹慎 還有偷跑 實體版我可以偷跑 實體版我可以偷跑 反而實體版 我想在香港的情況 亞洲區的情況 是比較受歡迎 我相信它 就算抽走了 成本 也不會差很遠 你看XBOX的情況 但是你一抽了一本 你的評判 你用家的評判 可能會變得很差 還有很多人買XBOX 是真的為了那本 這絕對便宜的 買一隻Ultra Blu-ray的機 都可以 對 對 又可以打遊戲 又可以看到碟 又可以有4K的 對 對 始終這一群人都會存在 你可能它因為這件事 可能令到它 我突然覺得 我應該要玩這件事 開拓了我另一個景點 其實我猜PS5 有Ultra Blu-ray 又會引到一班人 對 因為當年 其實那時 Blu-ray興起的時候 PS3 對 就是因為大家買的 PS4 尤其是Blu-ray 尤其是PSV一代 有SACD那代 順便 大家是神機 整個PSV 然後看看電影 又可以聽一下 一代PSV SACD 那個是後面發現的 哈哈 但當時買的SACD盤 不便宜 原來 買一個PSV 原來還可以 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買 所以Sony 都堅持放實體碟 下去是 這也是間接延續了 實體的4K電影的壽命 是的 而且你也知道 自從Planer出現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好的 沒有什麼競爭機 4K 4K SACD盤 最近有一部 有一部大陸機 但那些都是低階的 改完之後很厲害 是的 所以選擇比較少 但如果是遊戲機 有 一部就選不完 而且地方很小 沒有那麼多位置放幾部機 這個絕對是 好 我們 縱觀今次 先回答 好 8K是否入手的時候 8K是否入手的時候 如果它便宜一點 就入手 我覺得看算數 看算數 我想如果下次會不會 65吋以上 會想 當然 選擇多些 或者價錢 多些 可以 如果你說不是 我只是想55吋 因為有8K是55吋 市面上 有什麼 現在 8K是用的 我不知道香港Samsung有沒有 但是 Samsung有 55吋的作用不大 反而今年大家很猴住 OLED的48 是的 是的 只有Paper 開啟 好像你們兩位都沒有 看到 因為 Sony和LG都有開啟 是的 但沒有什麼物體 Sony我找不到 是的 Sony也找不到 盛傳 兩隻都是用同一隻 48吋新的OLED Panel 同一塊 這個 那塊面板 剛剛是新做出來的 新剪出來的 是的 新剪出來的 因為你想想 48吋4K Pixel的PPI 是最密的 是的 所以 放廳 就 小了一點 會不會 放房 大家都覺得 又有大房 應該很爽 哈哈 48吋放房 還要是六尺床的床尾 都很爽 是的 然後又吃燈看 都可以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買8K 就真的看價錢 看價錢 如果在於我來說 可能我只買到 55吋 但如果價錢和4K 相差不太遠 可能只差30% 我是有機會買8K 如果我買一部頂級 最漂亮的4K 65吋 可能是3萬多 是的 沒錯 當然你不要說 萬多元也有 當然急速差 幾千元 是的 但如果我 三萬多 65吋 4K 和四萬多 100K 可能我真的充滿8K 是的 因為 怎樣計算 你都會玩久一點 是的 還有心理上 舒服一點 是的 我玩8K 不會這麼坦的 明天的心又癢 現在他出了8K之後 4K 就會感覺到 現在是很漂亮 其實的確已經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會知道 他已經 已經有民用的8K 產品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還可以上 當你買了8K 你就覺得 不用上了 已經跌了心想 是的 除非 不要出現當年 好像4K的故事 你說的故事 初代4K 沒有HDR 突然間 某一年 我記得是17年 17 18 突然間 4K 後面是有HDR 再加一年 後面是有道比 Vision 連續兩年 被人刮了兩巴 整個HDR 18 整枱都 我有朋友 剛剛問 沒代沒有HDR 4K買了 唉 還沒代很慘 是的 真的沒代 買完 下一個型號是有HDR 是不是很大分別 我也不敢很老實回答 你自己看吧 最慘的是 它不是很大分別 它是絕對不同 很好 它是看電視多 看TVB 沒有HDR 如果它是看碟多 覺得怨我 其實當年 都是第一代4K 我也是買了沒有HDR 之後已經有很多人說 不要買 不要買 我先說不要緊 當我出HDR的時候 我又沒有說不開心 我就正 又可以換機 看到它進步 那就是 舊那部 就是家人租責人要的 對 對 以4K機的發展歷史 其實真的去到去年 去到2018 19年 每年的4K機 都還有一些進步 其實你看到它開始 成熟 好像以前VHD 去到中後期的時候 已經成熟到 其實畫面已經流行很大 去到18年 我記得18年 我記得18年 或者17年 CSS 想完都盡了 這些HDR的制式都出了 沒有特別的玩 不是 18年還有去 19年 都還有去 譬如Sony 或者Samsung 19年 那個4K機的進步 都幾大 還有一些梳士的HDR 那些呈現 已經是 推得很極致 那些電影做得很美 最初第一批的4KHDR 其實好像有酒 和沒有分別 但是現在開始看到 裡面真的看到什麼 對 那些層次是很好的 那這個就是看得出的分別 所以8K機機 當然我們也看 在未來幾年都做了一些事情 說 只不過今年有個奇怪 轉去說聲音 是 這個我覺得 它是 覺得那邊已經去到差不多 樽頸 而它又未發展那個位 即是觀望一下 我覺得它很好的 譬如Samsung那個是很絕的 你想想 有一班人是沒有可能 玩到家庭影院 沒有玩到M的 它一條三巴 加上電視 它可以玩到FUNHI 是啊 你這件事就 嘩 這麼簡單就搞定 那就買了 那又可以逼人 買同系列的三巴 同系列的電視機 一抽過 它還要那個三巴 不是頂級的 好像Q60 味道是最美的那一款 就已經可以玩到漂亮 那我覺得它是這條 配套是OK的 但是它那個三巴 除了8K那部機 有這個功能 4K又沒有這個功能 4K就未見有 它那個 那一個 QMS Synethy 我忘記了 那一個 它有六隻單元 在電視機後面 好像是950才有的 是 900都沒有 但剛才你說 它的邊緣 平均 其實是4K的 其實Q900 我看到它的邊緣 也是很薄的 只不過它不是薄到 好像900 那種消失的感覺 是 沒有的 其實 我覺得 如果大家在街上有機會 看到2020年的Q900 其實你已經看到它的邊緣 很薄的 大家參考一下 實際8K有多大威力 我相信是等到奧運 看看有多厲害 當然我們在香港吃虧 沒什麼資料可以看到8K奧運 日本或美國有很大機會看到8K奧運 香港的廣播不要說8K 4K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用自己的方法去看 有些人錄了一些碟 接著就放過來看看 今天好多謝小塞 一起玩 下次我們有什麼題目可以做 多謝多些一起做一些直播 今天可以讓我廢話一下 不要這麼說 我們一起聊天 今天多謝PCM和PoSat6 兩邊的讀者和觀眾 多謝各位現場觀眾 說一聲拜拜 多謝拜拜 jumper 寶可 們